咱们继续讲 民间手抄美 这局红方采用先人指路 黑方用足底炮 这也是最佳选择 下面黑方 先手捉炮量居 我们就上马 踹中足 拿黑方进马 疏通子力 保护中路 这也是必然走法 下面我们出局 俘有进马 踹 进炮 等等手段 拿黑方一看 红方的马 已经窜出去了 在过河局的话 进兵就有踹局 关键这个上马 也存在 所以黑方 须院则 巡航局 这一步看起来非常好 因为你的马上不去了 对不对 他还有平居 把马再赶回来的手段 但是 但是 这一步 正中 飞刀 下面 红方 怎么走呢 有人说 当头炮 的地位 相当于 少林 先人指路 就是武当 拿独门绝技 肯定也不少 下面怎么走 爱进兵 黑方 肯定不能进足 马踹着鞠 只能使平鞠杀兵 进炮 打这个马 然后进马 就踹炮 这个时候 黑方如果走炮 肯定不能退 打一串 只能平 我们就浸泡 卡向眼 踹马 然后 再踹 黑方再逃马 意义不大 因为将军带起来 就给抽了 那这个局面 怎么办呢 黑方一琢磨 发现 可以先弃 后取 因为不然 白丢马 是吧 我们这边 杀了炮 黑方一退马 打一串 那你肯定要逃去啊 对不对 把这个马一打 攻势 就被瓦解 而且黑方得回狮子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 红方直接 平居 是炮口 也是马口 就是说 黑方随便 都是进马 杀旗 好 咱们回到 马 踹炮的节点 那 走炮 不理想 也不想白丢一个大死啊 所以黑方 退马 给这个炮 伸根 我们就 浸泡 申请 大足 按住这个 卧行马 黑方 当然 不答应 然后 浸泡 踹这个马 黑方 退炮 给这个马 伸根 下面 我们上马 那卧行马 隐患很大 所以盘出去 下面 黑方 进足 用这个呆马 换 活马 红方 只能是 交换 然后黑方 抓紧 亮 打局 我们就 对桌炮 黑方 进炮 保留 这个先手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 浸泡 黑方 一看 拐拐 不敢 杀炮 因为我们 一砍 像 不管 电炮 还是 进士 都是 杀其 那这个地方 黑方 能不能 进士呢 先 先 闭一手 这样 也不行 因为我们 砍了 像 就是 叫 杀 黑方 只能 平将 巨蛋 花心 禁 居是杀 平居 也是杀 黑方 都 无法 阻止 就是 绝杀 所以 所以 这个地方 一砍 像 就 杀 其了 黑方 只能是 禁将 我们 砍掉 底 是 服 进居 作杀 一旦 进居 泡 无根 是吧 他只能是平 砍了 就杀其 所以 这个时候 黑方 只能 先平 炮 就是说 你非进居 他可以 平居 来 化解 但是 红方 平居 进居是啥 退居也是啥 只能 平将 然后 苏秦 悲剑 拜拜